原标题 原谅三成解读 简教太父 宏平章是赵普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也有了东山代己的念头 这个赵普大家应该比较了解 他是辅佐赵匡印代州建宗的大功臣 曾经官办赛相 却因贪财好利 在北宋开保六年973年 被赵匡印贬到外地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2月 赵普来到京师 他首先去拜见了新皇帝赵光义 接着又去赵匡印的永昌陵祭拜 不久 赵光义任命赵普为太子少保 把他留待了京师 然而 赵普不仅没有永远再次执掌大权 反而受到中书侍郎 平章是卢多逊的敌事 卢多逊多次在赵光义面前诋毁了 赵普过得非常不痛快 卢多逊不是无敌方式 他和赵普之前就不对头 赵普未贬有他的功劳 由于卢多逊当时正得处 赵普只能暂时忍气吞声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9月 赵普担任谭州之州的儿子赵成宗 接到赵光义的赵叔后 来到京师与燕国掌公主赵氏的女儿结婚 赵普府上一片喜气洋洋 前来道贺的官员络绎不绝 赵普觉得有点羊眉吐气 然而赵成宗小梁否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卢多逊就接连上书赵光义 要求赵成宗回谭州办公 赵普对此很是气愤 决定要对卢多逊正面抗 这时如今使柴宇熙等人向赵光义告发 秦王赵廷美记大漫又放肆 可能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发生 赵光义广招大臣询问对策 轮到赵普时 他很干脆的回复道 陈润被输走 以查兼辩 赵普是想重回忠书的 认为自己有独特的优势 退朝后 他又秘密上奥赵光义道 臣开国就臣 为权姓所举 赵普在这里说明自己是大宋开国元勋 把怒火撒向罗德去 他还对赵光义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就是召见皇太后临终前 嘱托赵光义传伟赵光义的故事 赵光义一听郑重下怀 他立即在宫里找到了金柜 里面有赵普之前写给赵匡义的奏折 外人为臣轻易皇帝开封隐 皇帝忠孝全德 岂有渐然 沈昭宪皇太后大剑之计 陈时御文顾命 知臣者军 愿似召见 赵光义大受感动 因为赵普不仅支持他称帝 而且还是哥哥赵匡义传位 给自己的见证人 于是赵光义把赵成宗继续留在京师 又召见赵普大发感慨 人谁无果 朕不带五十 已知四十九年飞矣 这显然是给赵普一颗定心丸 过了几天赵光义 便任命赵普为司徒监事中 赵普再次坐上了宰相的宝座 秦王赵廷美原本位赐在宰相之上 但他知道赵普风头正尽 而且是老功臣 就提出把自己的位赐放在赵普之下 赵光义也同意了 同年十一月 赵光义册封赵普为梁国公 这也意味着赵普彻底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越是军点评 赵普显然是一个不打无准备之杖的人 他能沉住气 抓住机会也会立马向前冲 赵光义的心理揣摩也是最到位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